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378集 莫绰在归州城外劫掠一番 转而进攻定州 定州自使孙艳高 是胆怯之人 耍弄笔杆子起家 见不得半点血腥 闻知敌人围城 胆战心惊 莫说是登城抗敌了 就连州府大唐都不敢去 整日躲在后宅之中 大门紧闭 从窗户传递文书 指挥御敌 定州本就兵威将寡 次使如此畏惧 谁还有心抵抗呢 不久即被突厥攻陷 孙艳高走投无路 躲进柜中 被莫绰揪出 当即斩首 利民数千 皆遭吐戮 一举得手 突厥气势更胜 又大举围困赵州 赵州刺史高锐 非孙艳高可比 乃是隋朝名相 高炯之孙 贞观朝渤海郡公 高表人之子 为人刚毅果敢 西湖手里边的那点兵力 连敌人的灵头都不够 陷入重围 微弱雷乱 没戳围城之际 命言之危 打着南面可汗的旗号劝降 眼见敌军黑压压的无边无言 又有定州血淋淋的教训 不少士族动心了 劝说高锐 突厥所向无前 百姓丧胆 民功力不能欲 不若暂且降 话未说完 高锐大怒 不为天子赐使 岂可将贼弩 他大骂言之温 无耻叛国 指挥将士英勇抵抗 稀乎 赵州长使唐波若动摇 唯恐敌军破城 祸及此身 竟趁夜发动叛乱 包围州府 开城纳敌 高锐服毒自尽 可偏偏天不作美 要力不足 没死成 连同家眷 皆被突厥俘虏 莫绰觉得高锐是条好汉 手持官袍玉带 对他说道 想我刺耳一品高官 不想立刻处死 高锐尚未答复 他的妻子秦氏 放声高呼 受天子恩 当已死报 贼一品官安足容 高锐笑而称是 夫妻引颈旧路 慷慨殉国 恶号传至洛阳 武赵叹息不已 追赠高锐为东官尚书 秦氏夫人也赐告命 又命其子高仲书 入朝为官 武赵本想息事宁人 像以往那样 把莫绰对付走就完了 哪知 越想省事就越废事 无奈之下 只好动用大军 任命司属卿 武重规为天兵中道总管 又武卫将军沙渣中义 为天兵西道总管 游州都督张仁苑 为天兵东道总管 统兵三十万 以讨莫绰 继而又命左宇林大将军 严靖荣为后军总管 统兵十五万为后援 赵令倒是传下去了 但是朝廷何来这四十五万大军呢 先前与契丹交战 辅兵精锐折损甚多 大部分兵马是民间募集而来的 战后为了确保民生当即遣散 现在风波复起 只得命沙渣中义 武重规等人 率领现有军队先行出发 又命河内王武艺宗 九江王武幽规 在京城外建立行营 再度招募百姓 可是 这次征兵的效果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 惨 勘乱之战结束不满一年 从军百姓刚刚回到家乡 已经耽误了一年农事 实在是不想再上战场了 再者 前番勘乱之中 武士竹王的表现 有目共睹 尤其武艺宗 屠戮冀州百姓 已经是美名远扬 现在由他主持征兵 那谁愿意参加呀 招兵其数计半个月 从容者不过数千 朝廷上下为此担忧 这个时候 有一位将门胡子 向女皇献策 薛诺 乃名将薛仁贵之子 早年随赴征战 以城门狼入室 担任蓝田县令 为人刚正 颇有政绩 如今国家有难 急需将才 武兆卓升其为 左五位将军 安东道行军经略 命其率一只兵马 赶往东北 以免突厥 与墨河勾结 侵略安东 薛诺毫不犹豫 当即领命 出兵之日 向女皇进言 弃丹突厥 连番作乱 皆以庐陵王为辞 今陛下虽有建储之意 置疏不宣 侧命未下 外奸议论恐犹未定 故 墨绰仍能趁戏逞凶 招降右盼 当今之计 陛下 以早证太子之位 或以庐陵王 主持募兵之事 四海之人 见陛下圣心已定 同心陆立 母子至亲 必再无疑虑 踊跃从军 莫绰 也再无侵犯之词 不斥为 扶底抽薪 此意可谓是一石二鸟 既可解决当前 征兵的难题 又顺便把策立李哲之事 再次提了上来 百官谁不愿早定大事啊 王极善 狄仁杰 魏元忠 王芳庆 维成庆 朱敬泽 吉须 姚崇 薛耀 李乔 甚至五三司 宗楚客 纷纷上书 请求让李哲早及正位 张昌宗 张义之兄弟 为邀取雍丽之功 也一个劲地 朝女皇 吹耳边风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五成四万念俱灰 失去问鼎 九五的机会 等于被宣判死刑 这已经是够悲惨的了 现在儿子又被突厥囚禁 无论李哲会不会主持募兵 此战结局是赢是输 儿子的处境都不妙 八成啊 是不会活着回到中原了 如果突厥得胜 占据河北 五颜秀还有什么人质的价值呢 如果突厥惨败 莫绰必杀五颜秀邪恨 五成四身毁自己一时贪念 悟信急需之言 竟亲手把儿子推进到了火坑里 不过时至今日 五成四已经不再怨恨急需了 本来嘛 他们的交往就是建在利益之上的 因利益而散 那还不是理所应当呢 他不再恨急需 不再恨五三思 不再恨敌人节 不再恨五轮 甚至不恨与他作对的任何人 恨的只有他自己 何苦来哉 何苦来哉呀 或许当初选择追求富贵 就是一个错误 归根结底 自己只是中人之才 兴衰穷通 完全依附于女皇 因女皇的崛起而茁壮 也终将因女皇的衰迈而枯萎 从始至终 他都不曾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若今生可以重来 在岭南默默无闻肚死一生 又有何不好呢 何必求姑母把他召到朝廷呢 何必屠害李唐松氏弄得满手是血呢 何必谋求储位绞尽脑汁呢 这些年来的荣华权势 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呢 不过是一个个辗转反侧的 不眠之也罢了 烦恼皆因自取 半生富贵 只是欲望编织出的一场幻梦 现在梦醒了 他已经是无路可行 并卧在床的五成寺 望着守在身边的几个儿子 五颜七 五颜义 五颜安 五颜寿 大的 年已若惯 小的才刚刚十岁 还有侄儿五颜辉 五颜夜 依不解待神色憔悴 孩子是无辜的 不该因为上一辈的恩怨受到连累 五颜袖囚禁在黑沙 已经是凶多吉少 还能让这几个孩子再受自己牵连吗 为了保全此之 五成寺决定结束这场错误 那一刻他咬紧牙关 不再服药 圣立元年十月十一日 五成寺病逝 中年五十 追赠太尉 兵周墓 示好曰 宣 五成寺祭祀 建筑之势更加顺利 策立理哲 乃大势所趋 作为另一个被选者五轮 他也不得不表态 接连尚书 要求训位庐陵王 这样做依来是迫于形式 深知自己继位 会引起武士不满 群臣不安 与其等别人说话 那不如自己百足姿态 还可争取朝廷上下的好感 再者 他也确实没有多大的野心 当初登基 纯粹是当母亲的傀儡 退位之后 这九年在东宫提心吊胆 嫔妃死于非命 父子不得团圆 这种日子 他早就受够了 以前不让步 因为对手是五成四 失去皇嗣之位 必死无疑 现在换成了自己的亲哥哥 早卸下包袱 早自由 至此 立储的障碍都已不存在 胜利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武赵正式下赵 册封李哲为皇太子 随后又命其父名 贤 次姓武 李显是李哲最初的名字 因其生于显庆元年 后来在李红当太子时更改 以示君臣之别 现在 女皇之名是赵 皇族不一再有名中待日月之人 此刻 女皇把日子还给了儿子 显然是要凸显出其高贵的身份 改姓武也是必然 毕竟现在是大洲天下 太子必须姓武 其实女皇心里也明白 将来孩子肯定会恢复姓李 但是 眼前的面子 必须得有 武周皇统 不容置疑 老宰相王岐善请求让太子赴外朝 抚慰人心 武周从其意 索性直接任命吴贤为河北道行军元帅 当然 太子是不宜亲自上阵的 武周也不会真的授予其兵权 又任命敌人结为副帅 又欲使忠诚急需为监军 代替吴贤指挥作战 消息传出 天下振奋 皇太子亲任元帅 敌宫为副帅 这是何等的影响力呢 先前武艺宗 武幽归征兵一个月不到数千人 现在短短几天的功夫 已有五万人应目 百姓争相从军保家为国 一切准备妥当 武赵驾临军营 亲自为敌人节践行 其实大军出征之际 河北战士已有转机 先前莫绰之所以接连得手 是因为突然出兵抢占先机 现在 武州诸军陆续赶来 形势顿时不同 突厥扫荡定州 赵州之后 下一个目标是幽州 幽州都督张仁苑 此时身兼天兵东道总管 他用行动证明 自己并非只会弹劾 不会做事 文之敌人来到 他立刻迎战 身先士族亲自冲锋 搏杀之中 一只冷剑正中他的臂膀 张仁苑毫无退缩 待张再战 终于将突厥军击退 莫绰出兵以来首次受挫 正考虑要不要打下去 武州策立太子 敌人节处征的消息 陆续传来 恰在此时 纠缠武州的另外两个战场 也以胜负揭晓 西北方面 论亲邻兵临桃州将近两年 抱着侥幸之心与武州谈判 希望能捞回西域 殊不知已经落入到了圈套 刚一开始 武州使者一波一波到来 满面诚恳讨价还价 待到契丹叛乱平定 一个使者也不出现了 论亲邻才知重计 可是这会儿 想攻打桃州也不可能了 大军在外将近两年 战盒不定军心涣散 这仗还怎么打呢 镇守桃州的唐修警 也非泛泛之辈 若攻不下城 反倒有大败之祸 况且 赞谱还在背后虎视眈眈 论亲邻别无选择 只能是强压怒火 黯然撤兵 东北方面 朱将尊女皇之命 册封墨河首领 启次比语为许国公 启起重项为镇国公 承诺只要肯改过称臣 遣送人质就赦免其罪 启次比语拒不接受 于是 李凯顾高德五等将率军出击 巡月之间迫及迎雷 杀死启次比语并将其首级 送到洛阳 另一部的首领 起起重项 恰在此时病逝 其子座容二十出头 仓促继承首领之位 降州 唯恐覆灭 领兵抗拒又自知不敌 只得率部北逃 可是周军哪里肯放过呀 在后边穷追不舍 座容忌上心来 在天门岭 平显射服 大败追军 总算是得以喘息 但是 他也知此非长久之计 于是率领合族之人 翻山越岭 回归祖先居住的白山黑水 后来 他自称大作荣 招揽墨河和高丽移民 在东眸山 筑城定都 建立渤海国 而此时 李凯顾见其对中原 不再构成威胁 便没有继续追击 收兵 向女皇复命 莫绰已经感觉到不妙了 牵扯武洲兵力的东西两个战场都已告结 更重要的是 女皇立庐陵王为太子 府立李氏的把戏玩不下去了 再耗下去 各路大军陆续赶来 那想抽身都难了 趁这笔买卖还有的赚 见好就收吧 于是 他将截掠的数万名百姓尽数屠杀 迅速撤出关外 前线州军兵力有限 不敢追击 敌人杰的大军又来迟一步 追击不及 武赵没有心思打仗 改任敌人杰为河北到安抚时 处理战后事宜 安抚百姓 一向是敌人杰的拿手好戏 接到赵命之后 他立刻上书 陈文朝廷义者 以弃丹作梗 使明人之逆顺 或因破邪 或有怨从 或受伟官 或为昭位 或奸外贼 或是土人 既虽不同 心则无别 今 负罪之人 露宿草行 前窜山则 涉之则出 不涉则狂 山东寻道 源自俱捷 陈以宾臣赞起 不足为忧 中土不安 以此为事 陈文 持大国者 不可以小礼 世广泽者 不可以细分 人主辉弘 不拘长法 福院设河北诸州 一无所问 自然人神通畅 率土欢心 诸君凯旋 得无侵扰 这是鉴于上次武艺宗 对河北立民的屠戮 先发智人 请求赦免 此时 武赵对敌人节 言听计从 岂有不允之理呢 于是宣布设令 敌人节 将被迫投敌的百姓 遣返原籍 开仓放粮 阵迹灾民 又修造议馆 以免官军撤退 惊扰乡民 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 被迫腐逆的平民 得到宽恕 可那些高官就惨了 严之威等人遭突厥 胁迫冲任委职 莫绰撤兵之际 却没把他们带走 他实在是精明 如今 李武一体 以后再想挑拨离剑 占中原的便宜 恐怕是不容易了 迟早还得回到河潭的老路 留着中原叛臣 只会增加仇恨 趁早清理 以便日后交涉 有些投敌的大臣 走投无路 只好硬着头皮 回到洛阳 可哪里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朝廷上下愤恨不已 人人喊杀 武照效仿昔日随阳帝 处决叛臣胡思政之法 下令将严之威 杨祁庄 唐波若等人 绑至天津桥 满朝文武 每人三剑 把他们活活射成刺猬 所有叛臣一律 一灭三足 处决叛徒 固然正当 但是大肆诸连 未免过分 严之威 乃先朝公部尚书 严厉德之孙 本来严厉德 也是精通建筑书画的 一代大家 曾督见高祖献陵 太宗昭陵 子孙落个一灭的下场 着实可哀 而严之威的同胞兄长 名严实威 吉父盛名 昔日任扬州苍曹参军 徐敬业叛乱时逃出扬州 通报朝廷者便是此人 曾为武士立下大功 后升任太州赐使 他居官轻政 执法严明 此等贤财也因包地之罪 连带丧命 更重要的是 严之威的才智并不出众 能超越其兄担任春官尚书 是另有原因 他的儿子严泽 先娶了五三司的长女 他是五三司的亲家 定罪之日 五三司苦苦哀求 总算是保住了儿子女婿 其他人则爱莫能助尽数被杀 此事甚堪完尾 曾为武士立功者 无人为其征颂 梁王庆下 竟遭一灭 这在几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世道人心在变 武士的影响在衰弱 有些趋势 女皇本人也都无可奈何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